來到 Integrated Exercise 的第八條 這裡要你計算C 但它給了我一個條件 就是這個 AB 的長度 是等於 BC 的長度 那 AB 的長度 我們就可以計算出來 就會是開方 11-2 的 2 次 加 -5-7 的 2 次 好,這裡我都會 按回機器 這個11-2 -5-7 所以這個 Distance 是 15 這個 AB 那就是說這裡也是 15 意思就是 C 其實是 B 向左 向 15 格 因為它是 horizontal line 所以 C 的 coordinates 就會是 11-15 即是 X coordinates 然後 Y coordinates 也是 7 因為它們的高度是一樣的 C 和 B 所以就會是負 4-7 然後去到 Part B 我寫上一些 它就要你計算 這個 Height of Triangle ABC with Base AC 那是什麼意思呢? 就是你當 AC 是 Base 那它就會有條 相應的 Height 就是由 B 推過去 這樣推過去 它要你計算這條線的長度 那怎麼計算呢? 我們就會利用 Area 等於 Area 的技術 我們首先呢 就當這個是 Base 這個是 Height 這個是 Height 計算一下 Area Area of Triangle ABC 那在這裡呢 Base來說呢 就會是 15 至於 Height 就是 7 和負 5 的 difference 所以就會是 90 所以就會是 90 我們就利用這個 90 去組合另一個 Area 現在呢 我們就當那個 Base 是 AC 那它的 Height 就是題目要求計的 就是所謂的 Required Height 就是紅色這條線 意思就是我這個 Required Height 那我們的 AC 呢 其實都可以寫出來 即是說 AC 其實是 C 我們有的 就是負 4 7 所以就會是負 4 減 2 的 2 次 加負 5 減 7 的 2 次 好 接著呢 接著呢 再去組合一個 Required Height 那所以這個所謂的 Required Height 呢 其實就會是 將個 2 乘過去 一個 80 除回我們這塊開方的東西 這塊就是負 4 減 2 的 2 次 加負 5 減 7 的 2 次 好 接著按回機了 就是說 1x 80 除回這個 負 4 減 2 負 5 減 7 好 就算到這個 13.4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Final Answer 好 接著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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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猜減了吧 好 接著呢 好 接著呢